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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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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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张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 给你送文件 对了 今天隐身上把文件发过来了 所以我拿回给你看一下 刚才我去找过余总 他没在 来你这儿你也没在 是吗 我刚从工地回来 要不你先看一下文件 沈总 是不觉得我有什么秘密 秘密 什么秘密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包括你自己 可有些秘密 是不能说的 所以有人 叹命 我 每个人都有窥视欲 你还要先看文件吧 你还是先看文件吧 对不起 我画穿影了 可以说余大王共同地 倾听了李静 或者说两人的共同财产 张元龙杀他纯粹成分的报复 根据文婷反映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搜查令搜查 按照张元龙的智商 他不会把东西放在那儿 让你去查的 我认为文婷很可能还掌握着一些对本案起作用的信息 我们现在需要掌握的是九五年大龙公司的账目 和李静的真实死 有些情况呢 我已经展开调查了 是这块是吧 小时收集 还有这个 钱小姐 我和张元龙有话要说 请你回避一下 好的 张元龙 你怎么能这样 我又怎么了 你干吗找人盯着我 你说的人叫王毅对吧 一开始这个人哪 他老盯着我 后来让我给逮着了 他说 受过于你 现在反过了他盯你 医事报道我没有报警 第二嘛 就叫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你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呢 我没有让他盯着你 那盯谁啊 钱多 盯谁他也是犯法 你少跟我讲法 你干房地产行业这么多年 又有多少行为是合法的呢 你别以为你罪你干的那些勾当 没有人知道 自作聪明 国安主导又盯着你了 一下来你给我听着 我张元龙为人处事 别人看得清清楚楚 应用着你给我这指指点点的 我相信 人心自有公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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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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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你急死我了你 你干嘛一直不接电话呢 我刚洗澡呢 进来吧 这么晚了 方便吗 进来吧 你没事吧 我警惕性挺高的 那就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什么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想看看大龙公司的账目 机会倒是有 我又不是高审计的 没那么容易 你想想办法吧 我就想看看他们95年的账 95年 对 我怀疑李静不是自杀 而是被人设计的 你还是怀疑我爷爷跟这事有关 你看看 你怎么说了说了又急了 我跟你讲 我今天见着文秘书了 听文秘书的口气 李静很可能不是自杀 当时大龙公司 根本没有陷入到危机 李静为什么要自杀 还有今天我下午在图书馆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份资料 当时李静被输为典型了 他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这样的人为什么自杀 道理在哪 这跟你查证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怀疑有人做了手脚 把李静给逼死了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现在只是没有证据而已 对了 这事可是杜队上查的 另外杜队还专门交代我们 让暗中保护你 我试试吧 我也不敢保证能查到什么 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 95年他们因为偷水漏水被重罚过 为此他们内部产生过矛盾 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 你提供这个线索就很重要 就是不知道税务部门 能不能留这么长时间的档案 这样明天我去查查吧 那你要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好 自己路上小心点啊 好的 袁总 你再睡会儿吧 你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不好意思 坐在晚上你见笑了 我想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 我知道你心里受过伤 我会好好对你的 所以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这几天心情不太好 你就去见他大哥二夫 等过两天你心情好了 我们去拍婚纱照 有人说 男人结了婚 心情又能踏实下来 张总 全躲啊 来 请坐 隐身上面意见已经发过来了 给你看一下 好 合作的原则是 利益共享 最重要的是长期的利益 中国的房地产啊 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看 其实还是很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呀 最重要的那就是合作人了 我们先把第一步啊 给他卖好了 你能不能跟尹小姐说一下 看他能不能尽快的 把正式的文本给我们发过来 我们呢也抓紧时间去办理其他的相关手续 以免夜长梦多 好 我把您意见反馈给他 走了 好 等一等 好 发案文件去打球 好啊 小梦 我找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件十五年前的东西 十五年前 是不是十五年前的账目 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 但是看完以后 我心里沉甸甸的 这是谁的东西啊 昨天晚上张元龙喝多了 我从他抽屉底下找到的 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涉及到案情你要趁早报案 报案我跟张元龙直接就彻底完了 你们俩不是一路人 知道这个秘密 我心里挺悲凉的 甚至 还有点同情张元龙 你说话真让人着急 这件事情 牵扯到张元龙妈妈的死因 甚至 跟我的爸爸也有关联 我心里乱急了 我约你出来 是要告诉你 我想出去散散心 但是 我又放心不下张元龙 我说 小梁 你可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跟张元龙之间的恩恩怨怨 也许 是早已注定的 来 过来 钱总 站这儿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 对打高尔夫非常感兴趣啊 这不都受你的影响吗 要想打好球 就要选好根 我连门都没入呢 随便打一个都行 那可不行 我测测你吧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好 转三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丁 伸出手 摸着哪根算哪根 好啊 就这根 这是七号铁 是一个不错的根啊 行 就它了 最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高尔夫啊 就跟人成长一样 有成功 就会有失误的时候 可有时候 人经受不起失误 的的确确 人人有很多失误的时候 也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候 但是一定要学会坚强 爷爷走后 我就变坚强了 嗯 这点像我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最亲密的人了 你还有郁雪梁 不一样 血缘关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关系 婆媳之间恐怕很难融洽 但是父母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不管你再怎么吵 再怎么打 再怎么有矛盾 那是打断骨的最后是连着筋 我和郁雪梁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感情需要培养 需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你觉得赵耀这个人怎么样 提他干什么呀 我觉得他对你好像有点意思 不会吧 打球 你们这些女孩子呀 在感情问题上故意吃顿 modular healthcare 屋长您好 您想要买点什么 我随便看一看 主要是想看看高尔夫球杆 高尔夫球杆在这边 我打开给您看一下 谢谢你 来 这是太金的 是我们今年卖得最好的 我这天跟你在一起 都变得腐败了 又是打球又是吃饭的 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挣钱的目的是为什么 就让很好的享受生活呀 江总 九五年那个时候你多大呀 保密 现在不光你们女人的年龄保密 男的年龄也要保密 也许我不应该问 那一年大龙公司刚成立 你应该可以接班的吧 我接谁的班 你妈妈呀 咱们不谈工作形象 我就是随便问问 没想到惹你生气了 那倒没有 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对这生意 一窍不通 就是那个时候 我爷爷跟你们公司 有合作的吧 说点别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功利呀 在心里面窥视你 我可不像你那么沉重 我现在每天只想 打打球 像现在这样 跟美女坐在一起聊聊天 我就很开心了 我怕余夏良把我送进监狱 不会啊 余总 你来干什么 你还欠我一个工资呢 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过分 我跟你们这些身居高层的人 可不一样 你们一桩生意下来 可以吃喝享用一辈子 甚至都花不完 而我呢 我这点辛苦钱 可都是厚着脸皮 甚至冒着危险花来的 这也是劳动所得 我卡好没变 你不怕我报警吗 报警 好啊 我实话告诉你 你跟张元龙那点破事 我是一清二楚 还有 你们的照片 我还留着底呢 无耻 我王毅做事 也是讲原则的 只要你把钱给我 我在你面前永远消失 滚吧 杜队 都查清楚了 这个人叫王毅 是山东合责人 来本市已经有三年多了 一开始在南城的 蔬菜批发市场 做过治安员 后来和一个叫 李刚的老乡 合开了一家 私人侦探所 靠一些地下的小广告 来斗览生意 他出入大龙公司 估计还是这种业务 先不要惊动他 看看他和大龙公司 有什么交易 是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余总找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没事别到公司来 我跟余总 还有一些事 没了的 记住了 以后我不叫你 别到公司来 好 张云龙的仓杆室里 有个不少球杆 文秘书说了 余大龙死的那天晚上 张云龙在仓杆室里 有个特殊举动 对 钱朵呢 也进去过两次 但是都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 这张云龙也不傻 他即使拿球杆 作为凶器的话 我想他也会 及时清理的 所以我们很难 得到一手的证据 我倒觉得 研究研究这球杆 击打的角度和动作 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从力学的角度上 做个尝试 比如说 瞬间击打的力度和速度 刚才我试了试 你看这球杆孙杨细 这抡起来 这劲儿也不小 是 绝对能治人死地 一会儿 你拿给孙杨测试一下 看看击打物体以后 留下的伤痕有什么特征 是 那我现在就去 让他拿出一个 详实的报告来 好的 别慌了 是我 你怎么又来了 张总逼我 你也逼我 你们动不动 就希望我消失 我挺伤感的 钱不是打你卡上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了想 算了算 我觉得这不够 你不要贪得无厌 前面就有保安 你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我也不是贪得无厌啊 一码归一码 照片的事我先不说了 就说上一次 你让我配的那把钥匙吧 我一不留神 又多配了一把 钥匙我再不小心 配个十把二十把的 诶 那个地方 应该是张总的 什么秘密花园吧 当然 张总呢 完全可以再换把锁 但是如果张总知道 他的未婚妻偷偷摸摸 配了一把钥匙 进了他的秘密花园 那会是什么后果呢 你想要多少 二十万 钱多少 二十万对于你们 有钱人来说 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你好好想想 想好了告诉我一声 我怎么知道 把钱给了你 你以后还会不会 再敲诈我 敲诈 你不相信我是吧 那好 你把钱给了我 我给你立个次去 如果我敢反悔 你就找人把握 坐 你走吧 出钱就是比正钱难啊 那行 时间不早 我先走了 给你两天的时间 你给我答复 晚安 没关系 你帮忙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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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来 我自己来 那我 后面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我还真成你的线人了 我跟你说啊 今天没什么情况 我跟郑阳龙体验一下 九五年的事 他嫌特别不高兴 那说明他肯定知道什么情况 他只是不愿意说而已 我们得等待时机 我不跟你说了 我说要水开了 再见 张总 按照您说的 我全给录了下来 咱们之前可都是说好的 他给你多少钱 我问他要了二十万 他两天之内给我答复 放心吧 我给你的不会比他的少 可你活怎么样啊 钥匙长张总知道 他的未婚妻配来把钥匙 偷偷摸摸地进了他的秘密花园 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你需要多少 好了 事实定期你先拿着 啊 走 好 剩下的钱 我会尽快打到你的账上 但是我有个条件 尽快地从这城市给我消失了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 好好 只要余总钱一拿到 我立马消失 走吧 来 张总再见 找不到 你在啊 任总你帮我看看 明天穿哪件衣服啊 明天我有事 要请你自己去吧 月董 拍婚纱照 用表图长时间 半天就够了 我求求你了好吗 就这一回 很多事情 不是靠求能求来的 未来日子还长着呢 我也不希望你总求我呀 我怎么不求别人呢 我是爱你的 派人盯梢也是一种爱吗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提了好吗 我可过不去 没那么简单 我已经想好了 找个人搭进公司 我们两个人去国外生活 你说什么 到国外生活 不是你也太想到人了吧 我到国外干嘛去呀 你怎么跟你爸 一样愿意设计别人的未来呀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别人设计我 你想干什么 想做什么 自己去做 自己去干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怎么又跟我爸爸 上上关系了 我现在说的是我们俩 怎么没关系 于大龙是你的父亲 你的血管里流淌了 跟他一样的鞋 大龙公司是你们家的吧 我知道在你们心目当中 我张元龙永远是个局外人 张元龙 你加点道理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外人了 我把我自己都给了你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 你把你自己给了我 我把我自己给了谁了 我便给了你了吗 我喜欢那种比较自由的生活 如果你这容不下的话 我可以精神离开 你不能说走就走 不是 你还想怎么着啊 我想跟你谈谈 好 谈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求你什么 我知道爱是求不来的 可是我想告诉你 无论以后 你跟哪个女人在一起 你都要负责任 因为女人都是一样的 打住 我不想谈什么女人 虚伪 不想谈女人 那你今天跟什么人在一起 那个叫钱朵的是男人吗 我再次提醒你 张元龙 钱朵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可能 也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好 他在查他爷爷的死因 也包括1995年 发生的那些事 杜队 那个叫王毅的人 几个小时的工夫 去了银行两次 他在ATM机上取钱了吗 没见着他取钱 可能是查查账什么的吧 他和大龙公司 他都能有什么交易 注意观察 严密监视 是 有没有交易 你不想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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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张总 你好 嗯 你好 你不会一大早就要约我喝咖啡吧 要不咱们先打打球 你怎么不问了和美国公司合作的事情 有你在啊 我的志愿是多余的 他们那边可能现在还在开会吧 这个时间应该是他们那边晚上 杉杉说他那边也有结果的嘛 是告诉我 你说是等结果重要还是陪你打球重要 看来我今天啊 真得成为一个孤独的打球者了 你还是一个人去吧 我去了敬礼填乱 再见 嗯 再见 余总 钱朵 快进来 请坐 我今天请你来 是想请你帮我劝劝张月龙 张月龙这几天 情绪比较反常 我怎么劝得他都不听 我想 他对你比较有好感 可能 他会听你的劝吧 你也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我对他的用心 也曾经伤害过你 这几天 我一直在考虑感情这个问题 我在想 天天和我相处的这个男人 究竟是不是我的男人 你们能在一起多久 能走多远 可能 是我追得太紧了 我觉得我累了 他也累了 我特别想让自己的大脑 清醒清醒 冷静冷静 我已经买好了外出的机票 我要出去散散心 你什么时候走 晚上十点的飞机 张月龙知道吗 我想等我走的时候再告诉他 宇总 这个 我也不好说什么 钱朵 我知道 你是一个心气特别高的女人 以后 你也别叫我宇总了 我们俩做朋友吧 给我个面子 帮我劝劝张月龙 我觉得 他心里 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解不开的疙瘩 也许 他能从自己的心境中走出来 我知道 你一直在追查你爷爷的案子 我爸爸的案子也没有破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期待 毕竟 于大龙是我的父亲 钱朵 祝你顺利 一路平安